维留载体之分离方法 发明第200936234号 芯片设计原理与说明 本芯片主要是利用设计软体绘制出芯片整体结构 并以雕刻机雕刻出芯片 在实验原理方面 我们利用流体力学以及油水不相容原理 所产生的剪切力制备出大球与小球 并且有别于以往繁复的分离过程 本技术运用芯片实验室的概念 可直接在芯片内部以一步骤完成大球与小球的分离 芯片创新优势与应用性 本技术所产生之大球与小球的球径皆可调控且产量高 均衣性加 在线性高 以及成本低廉等优势 不仅可提供药厂进行大量制备 应用于药物剂型上的开发 也可应用于食品业、化妆品以及生活用品等 还可达到大小球力尽客制化的创新优势 芯片组装 首先本次所使用的芯片共分三层 观测层、流道层和底层 在一开始的时候操作原先 以螺丝将三层芯片做紧密的结合 将螺丝锁上之后 再以扭力反手依序将螺丝旋頸 实验操作 再来我们将组装好的芯片放置在导力式显微镜 在物台上做观察 我们将我们的芯片连接至我们的C-Rigine Pump 并调整油水素 实验结果 大小球分离结果 由此项装置我们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分离效果 所以我们将组装进去 感谢观看